好 我們上一堂課講到直奔 直奔的動作 是這樣子拿東西放東西 這一堂課我們把琵琶拿出來 我們在琵琶上面做 那我們直奔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先選擇最外面這兩條弦 這一條跟外面這一條 好 然後 好 琴擺好 這樣子 好 手放輕鬆 左手輕輕扶著琴 好 扶著旁邊 然後右手輕輕拿起來 好 一個自然的角度就好了 好 然後做做看 拿東西放東西 好 用食指跟拇指 拿東西放東西 其他三個手指頭放輕鬆 不要 不要 嗯 就是先放在旁邊 放輕鬆這樣子 好 然後 試試看 我們抓起來 往上 往外抓起來的時候 好 抓外面這兩條弦 你的手指頭 會先碰到一點點指尖的肉 好 先碰到指尖的肉 然後滑過去的時候 就會自然的碰到一點指甲 不要很 不要很仔細的去瞄準它 好 好 輕輕一點 好 輕輕一點 看到 像這樣子 跳動作叫直 好 直 這裡好像有一個避震器一樣 會這樣子喔 然後你能輕鬆的抓到這兩條弦的角度 好 你觸弦的 注意你食指觸弦的地方 是中間靠下面一點點 好 所以你的角度不會是這樣 這樣子就變成這一邊 這邊觸弦了 你是偏這一邊觸弦 好 中間 偏下面一點點而已 好 也不要太偏喔 太偏會變成這樣 就你的自然 好 停不住 好 不要用直角去瞄準 不要直的後 小關節 所有的關節都有用到 好 這個是直 接下來我們做分 好 分就是直 倒帶 好 倒帶 好 下去 噴到弦 往外打開 好 打開的那一剎那 手指頭有用一點力氣喔 但是 一打開之後 就放鬆了 就打開 好 好 好 往下 噴到弦 放鬆 好 好 好 然後呢 注意的是 入弦 好 手 手指頭 不要太深 就是不要這樣子 好 就是你的指甲 跟弦 跟弦 不要伸進去太遠 好 伸得太進去的時候 譬如說這樣子 已經卡到面板了 好 出來一點 好 這樣子是往外 這樣子是往內 讓它拉出來一點點 好 只要有碰到就可以了 OK 這是直分 那我們可以把直跟分合起來 直 分 直 分 直 分 好 分完一樣 後面 這裡一樣要起來一下喔 直 分完 放鬆 起來 預備 下一個 分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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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